OK,那刚刚的那个程式都已经在上 最重要的就是说,那个逻辑判断的部分 所以这个细部的部分还是请各位 最重要还是要自己动手,我稍微写一下 那关键的地方大概几个比较重要的部分 也许我就是在帮各位把那个重要的部分 把它用那个颜色稍微涂一下 反正就是说,很多地方虽然程式看起来还蛮冗长的 但实际上都是改出来的,上面跟下面其实很多地方都是一样的 只是说,稍微改动一些地方 然后另外的话,可以把它产生三个的话 那其实也是用那个MOD,MOD就求余数嘛 反正除以多少,剩多少,那其实它会有一定的规律性 所以如果假设以后你要输出类似像图表 我想用那个MOD,应该是算是首选 那其他,大家如果各位还有发现什么其他可以拿来用的 也许可以,如果又简单又好用,那最好 那剩下后面的话呢,其实今天本来要再延伸讲 就是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它改成跨工作表显示 因为刚刚我们是在左边跟右边 就是说,左边的话是这个资料,右边的话呢就是图表 那如果我希望把右边的图表放在另外工作表里面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但这个地方其实还是牵涉到什么? 牵涉到那个最重要的部分 我这画面没有切,OK切一下 那最重要的部分的话就是 这个工作表名称 所以最后可能还是需要加一个序尺 哪一个序尺 比如说你如果假设 那当然如果可能要考虑到你将来那个按钮放的位置 所以这个的话也许我们下一次再来看就是如何把那个图表放在不同的工作表里面 那也许今天的话我们进度先到这里 那下一次上课的话可能再抓网络资料 因为今天将讲到Post 那下一次的话呢 我们会再延伸讲就是说 如果假设抓网页资料 那当然不是只是Table 他可能标签相对是比较复杂的状况的话 那我要用其他的方法来抓这个资料 那该怎么做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好了